又是下雨的一天 朋友们 朋友们好 我是骑着单车 从河南去往西藏的老二 他是跟着老二去西藏的原本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加油 通麦特大桥 过了这个桥 前面应该就是上坡了 朋友们 这里好多卖吃的 但是应该不便宜 继续往前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路边上发现了一个事故车 应该停这很长时间的感觉 这个油箱盖都被人家拧走了 估计这里边的油都被人家抽走了 这个门能开开 我刚才试了一下 带大家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还是很干净的 朋友们 哇塞 晚上就睡这里 干净的很 也没有什么特别乱的地方 上面还有一层 这边有指向啥的 我也不动它这里面的东西 朋友们 我只在这里建树一晚 应该是没有啥问题的 我们就是一个争公的男们 这边的男朋友 面对这边的男人 我们将的男人 没有什么男人 在这里离开 身边的男的男女 一段女人 正有任何男人 我主要的男人 据 关门了 美不美吧 哎哟 吓了一跳 今天晚上有豪华 豪华大卡车睡了 晚上不用受冷了 既挡风又闭雨 还防狗熊 自行车放路边上太近了 然后这边也放不了 我把自行车推到了这里边 靠着这个护栏 然后这里还有水 等一下在这里把罐瓢盆刷一下 完美 开始做饭了 东西我已经拿过来了 然后米饭我已经蒸上了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桥洞口做饭 因为在圈上做饭不行 那人家在里面做饭不好 所以说还是在外面做饭 虽然现在下着条雨 但是问题不大 人家在这里 是什么事 就是做饭 你的调味道 他们来看 菜已经切好了 白菜 葱姜蒜 腊肠 配着一炒 辣椒青葱姜蒜 咖喱套 来点干辣椒 白菜 咖喱套 放点盐 鸡精 吃酸香 盖上锅盖 开始吃饭了 朋友们 饭已经做好了 来尝个腊肠 朋友们 给 这个腊肠好吃的很 色姜味最甜 今天我和原本走了20公里 基本上都是上坡路 往后边走 应该就要爬山了 现在海拔才 2000多一点 过了林芝要爬到5000 5000海拔的 肯定要上坡了 不可能一直下 今天运气太好了 找到了一个闲置的卡车吧 应该是个事故车 看起来好长时间了 在这里 睡一晚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不能在里面做饭 也不安全 所以说 即使下的雨也要在外面做 为了安全地理 南芝已经吃过饭了 然后 他狗皮丢了 今天也没买到 就凑火吃点狗粮吧 不行了 要收摊了 回厂里吃 朋友们 下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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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凑火吃点狗粮吧 下大了 嗯 享受啊 是吧 今天坐上航华大卡车了 嗯 我呢 你吃过了干嘛 我和原本已经躺睡袋里了 朋友们 今天能找到这个事故车 已经很不错了 外面还带下来的雨呢 里面还是挺干净 挺满活的 晚安 明天见 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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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